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昨天就和部分傳媒查罪 他裡頭說了些什麼呢 我歸納了多少重點 第一件事就是他說到 對於行政長官林鄭 要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 鄧炳強就說 他個人並不反對 因為獨立檢討委員會是對事不對人 是檢討風波的起因 而不是去查警察的行動 證明獨立檢討委員會是廢得不恨 市民所要求的五大訴求 其中一個叫做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問題是就算你成立了 市民都不會在現在這個階段收貨 過言之後就此罷休了 因為你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一查又不知要查多久 又不知找什麼人去查 又不知查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又不知是否公正 這麼多的不確定性下 市民都尚且不會收貨了 更何況你現在說要成立這個所謂獨立檢討委員會 我們之前有一節是說過這件事 是廢的是不是 你竟然不是查警察 而是查風波的起因 用不著去查 風波的起因就非常簡單了 就是林鄭穿橫拔戶 再加上你們警察暴虐無盜 就是風波的起因 用不著去找一群所謂的專家 找一群所謂得高望重的人來查一條毛嗎 風波的起因 大家都知道 現在就要查你們警察 到底721、831的角色是什麼 新屋嶺 要查這些東西 怎樣來也要針對傳媒射眼射爆眼 還有一些可疑被自殺的案件 被跳樓的案件 查這些東西 市民要求的是查這些案件 不是查風波的起因 不要再出來混淆視聽 他第二個重點說到什麼呢 就是關於催淚彈的成份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市民非常關心 到底你這個催淚彈 在這個高溫之下 加上你這個國產劣質貨 會不會釋出這個儀岳英呢 已經是化學博士KCON出來說了 就是會的 是會有釋出儀岳英的 好了 鄧炳強竟然說要拒絕透露催淚煙的成份 為什麼呢 就是要避免讓人知道底牌 建議環保署在社區抽氧檢驗 了解一下到底催淚煙 或是焚燒的雜物 是會污染環境 以釋除市民的疑慮 如果你要釋除市民的疑慮 很簡單 你就拿這些催淚彈 去國家的獨立化驗所進行化驗 你找十間八間 第三方 不要由你政府化驗所去做 找一些獨立的 比如說大學的化驗所 比如說一些私人的化驗所 你就找他們去試一下 到底會不會釋出儀岳英 用不著你說 還有你這個拒絕 就是透露催淚煙的成份 那個原因竟然說是被人知道底牌 喂 你被人知道什麼底牌 對不對 你難道你告訴人家 子彈的成份是怎樣構造 那些市民又可以擋到子彈 你告訴人家 這個催淚煙是什麼成份 那些市民又可以就這樣走過去吸 你不要白癡 你最終極的原因 為什麼不肯透露這個催淚煙的成份 不是害怕被人知道底牌 這是多餘的 就算知道你是什麼化學物質 市民也一樣要找一些方法來防備 就算抗爭者也一樣要戴豬嘴 沒有說知道你那次是什麼化學物品 然後就鎖向無敵 不要當人白癡 你是不是 鄧署長 你最緊要就是怕什麼 怕一件事就是怕被警察也知道你的成份 是不是 是不是 到時要怎樣扔 怎樣執法 這幾天都已經少了很多 過完這個區議會選舉以後 是不是聽到有二惡英 就不敢射 繼續射 是不是 10萬元人工出OT 11萬人工已經出來了 到底你這班警察又要公開 你這班警察到底這幾個月 OT數字是不是每個月累積的 是不是每個月都計10萬元 這件事很重要 立法會一定要握著這件事 不要亂批錢給警察 有沒有搞錯 如果每個月出10萬元 就非常離譜了 是不是 就算出一次也不應該 用市民的公帑來殘害市民 殘害青年 你在理工大學那裡搞什麼 圍著空城圍十幾天 那些人是不是計錢一樣計OT 你這班人在做什麼 如果你這樣出了五個月的OT 成五十萬 你要公開交代清楚 到底那筆OT數字是一次性的10萬元 還是累積的每個月 你老闆就是這樣的人 到底香港市民的錢 是不是花得這麼冤枉 就是花在你這班警察身上 你發達了 如果鬥五十萬鬥半球 整班都是爛壇來的 第三個重點就是 說到關於總統特朗普 他簽署了一個法案 禁止美國向香港警察 出售催淚彈 橡膠子彈等等的武器 那這個鄧大署長怎麼說呢 他就說 現在的催淚煙 橡膠子彈 和布袋彈 有效驅趕示威者 避免警員和暴徒直接交鋒 如果有記者問他 會否考慮一些更加高的武備 例如引入木彈 鄧大署長說 不時會檢討和考慮 他又認為 特朗普簽署這個法案 對警方沒有影響 因為警方向來都是從不同的地方 包括東歐和大陸入貨的 那你這個木彈是甚麼東西呢 原來他由槍械發射的木製彈藥 本來原意是射向地面 然後等子彈爆裂之後 就反彈撞到市民的腳步 那些子彈在爆裂的時候 會不規則地飛錢 這種非致命性武器 其實都會造成嚴重的受傷 甚至是死亡 那你這班警察 你連橡膠子彈都是射頭 如果你把木彈射頭 就更加死亡人多 你還說要考慮引入這些東西 你不要考慮了 是不是 不知所謂 現在你那些東西 就算目前不死人 你那些催淚彈 以為這樣是那種猛蛇 射一萬顆 以為沒事 遲早就傳到香港生癌 告訴你 你那些催淚 以為這群人很得緒 繼續射吧 是不是 你自己那些警察 首當其中 就總之告訴你 你看看越南的橙劑是怎樣 你將會是怎樣 告訴你 那些警察 不知所謂都極 然後他還有說一件事 就是關於第四件事 就是人權法的問題 記者問他 人權法會制裁香港官員 鄧大署長又怎樣說 他就說 對他個人完全沒有影響 他又認為 美國如果跟香港 因此撤斷這個警務交流 受損的就是美國 哇 真是非常大的口氣 原來是美國受損 你真厲害 那就是你完全不害怕 對你沒有影響 這個人權法對制裁香港官員 你說對你沒有影響 就是說你的名字可以交給美國 你不害怕 你做了這麼多侵害人權的事 你都完全不擔心 鄧大署長 那你就儘管看看你的大名 會不會列入這個制裁名單的書 對不對 美國每年都會寫報告的了 你又不用這麼老定 說完全對你沒有影響 至於第五個重點是什麼呢 他就提到 近日和理非就減少了 警方就更容易分辨到暴徒和市民 他就說例如前晚有人破壞店鋪 警察就可以即場拘捕了 喂 好啊 你現在說那些和理非減少 你有沒有看新聞的 你有沒有看直播的 每一天的和理午餐 還有晚上在商場聚集的市民在唱歌 那些是什麼來的 和理非減少 只是昨晚在愛丁堡廣場 都有超過10萬的市民 去集會舉著美國旗 去感謝美國通過人權法 和理非怎麼會減少 整天想撒謊 整天想營造一個 區議會選舉之後 那些運動都停止了 和理非都收檔了 不好意思 每一天都還在這裡繼續存在 已經連續五天了 和理午餐 今天更加是發展到長沙環和麗芝閣 你繼續報喜不報憂 難怪大陸收了收錯了 這些人 就有責任的 完全不能夠將下程上達 不知所謂 最後一件事就說到什麼呢 關於退休警察 就可以回巢 現在他原來什麼呢 就說明 由警員至總督察職級的退休警務人員 只要在明年三月底之前 退休不足兩年 或者在明年三月底之前 已經開始放退休前假期 都符合資格回去做警察 協助處理後勤的工作 首批最快就在下個月重投警隊 那這些人是做什麼呢 就是負責翻看閉路電視的片段 這些調查功夫 或者按經驗做警署的夕日官 處理投訴個案等等 合約期就兩年半 我真的不知道警務處原來可以這麼多錢 又可以出OT給警察 又可以請一千個退休警察 回去工作 到底這些錢 是不是一早立法會批了呢 那些議員也要關注一下 為什麼他的編制可以彈來彈去彈出彈入 喜歡請多些人也行 應該每一個部門都是有僅僅的錢 每一年 這些事情是怎樣預算的 希望那些議員就要向相關部門質詢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